而因應颱風的風雨 這幾天台北慈濟醫院也接連召開了防台會議 各單位動起來守護好醫療運作 重點是要照顧患者以及醫護的安危 大量蔬菜裝箱備用 有的等等入菜還有一部分得存起來 迎戰山陀兒颱風 正常的情形之下應該都會是前一天進貨 然後生鮮食材隔天就會使用掉 但假設遇到颱風的情形 其實我們會增加庫存量到三天左右 雖然可能葉菜類會少一點 但是蔬菜假設以蔬菜來說 並不是只有葉菜類才是蔬菜 像其他菇類做取代 青菜沒了有其他食物取代 但沛山市更擔心另一族群 無法靠嘴巴進食 糧食難以替代 就怕庫存量見底 他們注定餓肚子 上次經歷了7月底的凱米颱風 放了禮拜三跟禮拜四 那其實當時我們就很害怕 那假設星期五又繼續放的話 遇到六日廠商不禁貨 我們的這些管罐飲養品 可能就開天窗就斷糧了 有增加我們的安全庫存量 從原本的三天增加到五天 牆台直鋪威力不能小觸 醫院全動約五十個落水孔 這一兩天清乾淨 手上A4紙密密麻麻 全是確保每一層樓 面對風雨都能安全無余 在我們的地下一樓準備了 如果有淹水的話有沒有 就會有那個吸水馬達 還有一些刮水的用具 還有水桶的部分的備用 我們的十樓還有地下二樓的部分 都有一些那個防台部 來做一個緊急的應變 我們在颱風天的時候其實是 人都還是會來上班 對 或者是有一些已經休假的同仁 他們也是會回來醫院 有漏水或者是那個什麼 淹水的部分的話 或者是需要再補充沙包 當時的時候人就需要多 所以我們都會有 人就是都會在 堆起沙包 美扇門窗必須沒問題 醫院也加開宿舍 放置好備品 提供醫護臨時住所 不用冒雨上下班 作為守護醫療的堡壘 不論最後風雨如何 都要先做好 萬全準備 大愛新聞 林怡婷 李明華 台北報導